比书竟闪婚 十年前一句中文都不会 粉丝类真男人 记者刘沛云台北报导 歌手比书竟BII于佐 十四日情人节晚上无预警宣布闪婚 并透露他遇到这辈子想共度一生的人 粉丝也纷纷涌入留言恭喜 2010年出道至今已10年的毕书竟 2006年17岁时被台湾新人教父李雅明发掘来台发展 当时的他中文程度还很不好 如今在台湾成家立业 一路看着他 陪着他的粉丝们及经纪人都纷纷感叹 真的很感动 歌手比书竟BII于佐 十四日情人节晚上无预警宣布闪婚 图翻设字脸书 台湾混血的比书竟 2010年7月9日发行 首张同名EPBII 获得广大回响 发动万人挺BII盖指纹活动 各地粉丝力挺毕书竟成功在60天内催生新专辑BII Story 随后以一手转身之后红遍大街小巷 演绎事业正准备发光发热时 2011下半年图宣布进入中华民国海军军乐队服役 粉丝虽不舍但也大赞毕书竟争男人 经纪公司更在脸书粉专及无名小站每日更新大头B杂技 一天天倒数B书竟退伍 让大家不会忘记它 演绎事业正准备发光发热时 2011下半年图宣布进入中华民国海军军乐队服役图 翻设字脸书 2012下半年退伍后2013年发行个人第二张专辑 Come Back to BII人气窜生图翻设字脸书 当时的毕书竟中文还没有非常好 甚至写字为粉丝署名也都以注音为主 然而一年一年过去不仅中文应对进步非常多多首歌曲亲自作词作曲 更在2017年首次登上小巨蛋舞台完成人生重要的里程碑 今年即将迈入31岁的毕书竟在情人节晚上宣布结婚 坦言遇到想共度一生的女孩 粉丝非常感动直呼终于把毕书竟嫁出去了 纷纷留言给予祝福 毕书竟2017年首次登上小巨蛋完成人生重要的里程碑图翻设字脸书 回忆这10年一路走来 毕书竟仿佛从一个韩国人变真正的台湾人 而从出道就陪伴他到现在的经纪人 更将毕书竟视为干弟弟 感动的在脸书表示 感觉真的有点奇特 从你一句中文都不会在台湾生活到现在 真的在这里落地生根 成家立业 其实很感动 毕书竟从一句中文都不会 到现在在台落地生根 成家立业 一路走来令人感动 图翻设字脸书